事一宜遲,我們有請私隱專員鍾麗來討解一下 有請鍾麗專員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私隱公署 很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講座 今天的題目是社交媒體與你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熱題 其實根據私隱公署,去年做了一個有關賭帳市民私隱的調查 大概是77%的受訪者都有一個社交媒體的帳戶 而接近一半的受訪者更加是每一天都使用這個社交媒體 我相信大家都沒什麼意義了,社交媒體呢 現在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來講呢 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而大部分的社交媒體呢 都是免費使用,免費下載的 那是不是真的有免費的午餐呢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因為無論在大家註冊去使用一個社交媒體 或者是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是給了很多自己的個人資料 或者自己瀏覽使用社交媒體的一些習慣 是給了這個社交媒體 可以說是將自己的個人資料是貨幣化 是將自己的個人資料呢 是換取一些免費的服務 馬雲曾經說過 我們是通過賣東西去收集數據 數據是阿里最值錢的財富 那大家可以想想 馬雲都這樣說 那大家的數據值不值錢呢 其實看回阿里巴巴2020年 其實看回阿里巴巴2020年 2020年那個全球的收入呢 它是達到5000億人民幣的 那你想想 如果馬雲說數據是阿里最值錢的財富 那大家的數據是不是都相當值錢呢 在這裡我想分享一點點資訊 這個表是看回全球 近幾年主要的資料外洩事故 受影響的人數和資料的數目 那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是五六年前 有一些資料外洩事故 譬如說影響幾百人 幾千人 或者甚至幾萬人 大家都會 哇 都影響很多人 那大家如果看看這個表 過去那三年 2018 2019 2020 其實你會看到影響的人數 或者資料的數目 全部都是億億聲的 大家應該記得了 2018年 國泰航空全球影響的客戶 是940萬 萬豪酒店 那次資料外洩的事故 影響的客戶賬號 是超過三億 另外就是Facebook 很多人都在用著 但是去2018、19年 都曾經是發生過 很多資料外洩的事故 那加起來 其實影響的人數 都是超過五億的 那看看今年的情況如何 今年四月呢 我自己會覺得 就真是多時之秋了 只說四月呢 就連續都發生了幾個 主要的社交回憶 是有一些是資料外洩的報導 譬如Facebook Lindin Clubhouse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 現在都仍然在用著 Facebook 或者Lindin Clubhouse可能少些人 但是加起來這些事故 其實影響是超過十億的用戶 那大家想想 如果每一個用戶 譬如當你有十項 個人資料是受影響 或者被洩露 那那個號碼去到多少 是一百億的 所以真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其實大家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 確實是面對一些個人資料的風險 這個風險都不小的 譬如大家在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 就很喜歡譬如說上載一些相片啊 個人資料啊 很多時候其實擺下擺下 越擺越多 越擺越興奮 那其實就會變成一個什麼 過度的分享的情況 那很多時候也有些朋友呢 相信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剛剛上載了一些相片 或者是一些資料 但是過了五分鐘十分鐘 大家又覺得 都是不好上載啊 不如刪除了去吧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這五分鐘十分鐘呢 其實有關的相片啊 資料啊 可能已經是被其他朋友 或者甚至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幫你轉載已經forward了 或者已經forward了幾十次 甚至去到一些公開的資訊平台 就留下一個永久的數碼足跡呢 那這個大家都真的要小心 那另外舉兩個例子給大家 譬如說現在的社交媒體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用一個叫做 社交媒體帳號登入 即是social login 甚至大家會用這個賬號登入 social login去看片啊 去做網購啊 或者甚至去玩一些網上高的遊戲啊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們用這個social login 去這些其他平台的時候呢 其實其他平台呢 就已經是極有可能 拿了你社交媒體上高的個人資料 也都包括你譬如在這個社交媒體的瀏覽 這些在其他平台都已經拿了 那另外呢 想回譬如說今年4月發生的事故 幾個大的社交媒體平台都說 它公開的資料呢 是被一些電腦程式 第三方呢 是以這個數據揭取的方法 就是data scraping 是大規模這樣收集 大規模收集之後呢 就怎樣呢 就是被一些黑客拿了去呢 就變成是一些黑客的平台那裡去出售 或者是一些暗網那裡去售賣 那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當然是對大家不利啦 那所以大家想一下 就算是一些 你交給社交媒體平台的公開的資料呢 是不是要公開那麼多呢 是不是要交那麼多呢 那以後這些資料一放了出去呢 就好像一些水撥了出去 那這個大家都真的要小心點 那另外也提一提大家呢 現時也都是 時不時都會發生的 就是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騙案 有一些虛假的身份 那大家不要掉以輕心啊 因為真是有一個真實的個案 比如說在4月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報導我們都留意到 是比如說執法人員都被人騙的 那我們留意到這個案情又怎樣呢 這一位執法人員呢就在網上 認識了一位自稱是女性的網友 建議都沒有見過的 那這位女性的網友呢 就說她因為被疫了 就要去到日本被疫 那也都因為被疫的原因呢 就被人隔離 隔離了在酒店呢 就變成了是怎樣呢 就膽盡量絕了 那就請求這位執法人員幫幫她了 那這位執法人員對這位女性的網友 都真的非常有同情心的 那接連是匯了幾次款給她 那總共呢 其實就匯了是20萬元左右 那結果怎樣呢 那結果這位所謂的女性網友呢 當然就失蹤了 那這位執法人員就要報警 就發現自己是受騙了 那這個呢 就時不時都會發生的 那大家都會記得 譬如今年4月呢 也都揭發了一宗香港開埠以來呢 是最大型的奪騙案 是涉及一位90歲的婆婆 那婆婆呢 就被人騙了呢 是超過2億5千萬的港幣 那是一個歷來 是最大宗的奪騙案 那為什麼婆婆這麼容易受騙呢 原來這位騙徒呢 因為我們看回那個個案的情況 這位騙徒是掌握了很多個人資料 包括婆婆的名字啊 身份證號碼啊 電話號碼 那令到婆婆呢 就信以為真 以為這位騙徒呢 就是公安 那所以呢 就交出自己的銀行戶口號碼 那就大件事了 那結果最後呢 就誤見了2千 2億5千萬 這個真是千萬數字 那在這裏呢 或者我都 和大家分享少少數據 疫情下 可疑數碼詐騙案的變化 那這個表呢 其實是奴列了去年3月 就是這個COVID-19 之後那一年 和對比2019年 一年的數目呢 那個變化 大家會看到譬如在物流方面呢 那個升幅 所以香港的詐騙中數的升幅呢 是差不多兩倍 而電子遊戲呢 超過一倍 另外金融服務啊 網上約會啊 論壇啊 都超過整百分之三十 去到百分之三十八啊 百分之三十六 那如果對比是全球的數字呢 其實香港的詐騙中數的升幅呢 我會覺得都升幅得挺誇張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神 要小心 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這個呢 就是 藝務香港郵政的訊息 和網頁 那這個呢 前一陣子在新聞都有報導過的 大家如果看回左邊的框框呢 裡面就說 由於欠貼資料 我們無法交付你的包括 那也有一個超連結 HongKongPost.hk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個.cc呢 就應該要小心了 因為正確的入香港郵政的超連結呢 就應該是HongKongPost.hk 就不是cc 那大家如果手快快按了就怎樣啊 大家手快快按了呢 就會見到右手邊這個框框的東西了 就會有一個表格 就說啊 有一個新送帝 就送帝不到了 那所以是請你提供多一些的個人資料 包括你的名字呢 地址呢 電話號碼呢 電郵地址呢 那當然呢 這個其實全部都是一個騙圖設計出來的 是一個騙局來的 那如果你提供這些個人資料呢 那相信呢 你又會收到一些電片了 有一些電話了 或者甚至進一步呢 再騙你其他東西 那所以大家呢 再再呢 不可以調熱輕心 在以下的環節呢 我是會就著 社交媒體的使用呢 是給一些實用的建議大家 那我會一步一步一步這樣講解 第一步 就是在註冊新的社交媒體帳戶之前 那註冊新的帳戶之前要留意些什麼呢 是需要查閱這個私隱政策 其實私隱政策呢 在每一個社交媒體帳戶裡面呢 都是有的 那大家也都需要呢 是看看這個私隱政策 譬如了解一下這個社交媒體 究竟是收集你什麼資料 收集多少資料 收集之後呢 是會怎樣用法 會不會說跟第三方 第四方去分享呢 跟他的子公司 母公司去分享呢 分享了又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用來做個人化廣告啊 還是直銷啊 還是怎樣呢 那另外呢 如果大家是在挑選通訊軟件的時候呢 一些通訊軟件啦 也都要留意一下 他們有沒有提供這個端對端的加密呢 就是我們所謂end to end encryption 如果他們有提供端對端的加密的話呢 換句話說 就是你通訊軟件的內容呢 就算平台本身呢 都不應該是看到的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的話呢 就變成了這個通訊的內容呢 就變成了這個通訊的內容呢 平台本身呢 就是應該都會看到的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了 那這裡呢 就也都有一個例子 是一個很常用的社交媒體的私隱政策 那這裡就說回他們收集的資料的類型有些什麼 那如果大家看回粉紅色的那個部分呢 就包括什麼呢 包括相片拍攝的地點 或者檔案建立的日期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拍照 就是你拍照 在哪裡拍照 什麼時候拍照 那這些數據他都會收集到 那另外他會收集什麼呢 通訊錄 那相信大家朋友都有的 你電話上的contact list 這些他會收集啦 通話紀錄 你有沒有經常打電話給人啊 打了給什麼朋友啊 是不是每晚在這裡打很多電話給很多朋友啊 他全部都收集到的 原來 另外就是SMS的歷史紀錄 就是短訊的歷史紀錄 一樣了 你是不是經常傳SMS呢 是不是經常把這些短訊周圍去傳呢 那他全部都有這些資料的 那他怎樣使用這類資訊呢 那這個社交媒體的私隱政策就這樣說 又是看回粉紅色那裡 為你提供獨一模擬 及合適的個人化產品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為你提供個人化的廣告 就是這個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有試過的 譬如說在一個社交媒體那裡 看過一些日本的名姓啊 地方的資料呢 接著你會收到什麼 收到很多有關這個 去日本的航空公司的 飛機票的資料啊 酒店的資料啊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個人化的產品 也都在這個基礎上呢 使用你的關係網 關係網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content list 你的編號呢 興趣和活動的資料 那這個呢 就在他的私隱政策裡面呢 其實已經寫得很清楚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使用這個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他其實一直都在收集這些你的資訊 然後用你的資訊呢 去轉為一些 譬如說推銷啊 或者給一些個人化廣告給你了 那現在或者大家看看 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這個也是很常用的 的存取權限 就是去拿到你什麼呢 在藍色框那裡呢 其實一共的存取權限呢 是有45項 那如果大家譬如看回第一項 第一項 第一個項目那裡 通訊錄啊 就是你的content list 他會拿到 位置呢 位置呢 他不僅是拿你的大概位置 他其實會拿到你的確實的位置 甚至用這個GPS 全球定位系統的數據 來拿你的確實位置 那另外大家看到他第一項 最下面那裡了 他也都會看到你的相片的 或者檔案的 甚至呢 他可以是把你的相片 或者檔案去做一些調整 或者甚至刪除都可以的 那所以他的存取權限都相當大的 那如果大家是看回第二項 尾尾那裡呢 他也都會看到你的人力 看到你的人力 就會看到你去過 有什麼是約會 有什麼活動 那他也都其實可以作出一些調整的 或者加一些可以提示給你都還沒頂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社交媒體的存取權限 那如果大家看回右邊 有一個感染風險 通知程式的存取權限 這裏就是七項 那其實這個感染風險 通知程式呢 就是安心出行 那那七項的存取權限 包括些什麼 上機啦 這個其實就等你譬如說 在那裏上了的士呢 就可以把那個車的排 就可以拍照 那另外就在互聯網那裡 是接收訊息 也都有一個存取權限 就是令到你這個感染風險 這個程式呢 就不會停止運作的 那大家其實看回 他七項相對一般社交媒體 那個存取權限 45項呢 其實這個分別都相當大的 那其實這個感染風險 通知程式呢 就是安心出行 那如果說到安心出行呢 其實我都了解 有很多朋友呢 就擔心 安心出行 會不會有追蹤的功能呢 那但是你如果看回 這個存取權限呢 其實他沒有一個位置 他是看不到你的位置的 那如果他沒有這個存取權限的話呢 他又怎麼追蹤你呢 那另外我相信有些朋友 譬如已經下載個安心出行的朋友呢 你們都會看到 其實下載的時候呢 是不需要登記 也都不需要交出個人資料 那所以在一個保障個人資料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他是比較 是沒有那麼侵犯這個個人資料 私隱的 好了 剛剛就說到在未註冊之前 就要留意那個私隱政策 那在註冊的時候要怎樣呢 盡量減少提供個人資料 特別是一些敏感性的資料 例如大家的地址呢 譬如你家裡的地址呢 你的出生日期呢 這些敏感性的資料呢 如果是可以不要提供 或者是不需要全面的提供 就盡量減少呢 另外我也是給一個建議大家 如果是使用這個社交媒體帳戶的時候呢 最好就開始一個專用的電郵地址 就不要說好像一些IT的專家這樣說 一個電郵地址走天籃 就上網去銀行 做銀行帳戶的事情呢 又是去上班 去做一些公司的事情 又是去 那而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使用的時候呢 又是去 那這個就不理想的 我們就建議開一個 譬如專門是使用社交媒體 這個社交媒體的電郵地址 另外也是需要保障 你那個社交媒體的帳戶 就設定一些高強度獨特的密碼 就不要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社交媒體帳戶而已 那就不如簡單一點啦 1 2 3 4 5 6 那就算了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帳戶 是被一些黑客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你裡面所有資料 包括你的個人資料 登記的資料 他都看到的 那這樣東西當然是對理不利啦 另外如果是可以的話呢 就採用一個多重身份認證的功能 就是我們叫做 Multiple Factor Authentication 那這個是什麼呢 什麼叫做多重身份認證功能呢 其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試過的 這個呢就是除了一個密碼之外呢 就會收到一個短訊 或者電郵的驗證碼 那就要有兩個密碼呢 才開到你的帳戶 那或者有些程式呢 甚至是用譬如說指紋啦 甚至是面容識別呢 去驗證的 這樣都有的 那是防止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是防止一個黑客呢 是可以入侵到你的帳戶 那而根據微軟的一個調查呢 如果使用這個多重身份認證功能的話呢 是可以減低帳戶是租這些黑客入侵的機會呢 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用這個MFA 多重身份認證功能呢 幾乎上你的那個帳戶是很穩陣的 好了 講到註冊 註冊 未註冊前註冊了 接著註冊之後 註冊之後 那註冊之後要注意些什麼呢 其實註冊之後呢 第一樣東西我會建議大家呢 看一看這個私隱的設定 那個設定是怎樣呢 譬如說是限制 需不需要限制自己的個人資料的公開程度呢 或者你的貼文的公開程度呢 那我會是強烈建議大家呢 就盡量不需要公開給公眾的都不要公開啦 譬如大家的電郵地址啊 你的個人的電話號碼啊 甚至個人的履歷啊 這些呢 最好都不要公開 那另外呢 亦都可以限制這個平台呢 是的存取權衡 就是拿你的資料的存取權衡 那在這裡呢 就我會大家是詳細些 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一步一步是怎樣做呢 那另外有一點都是想看一提大家的 其實在大家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可能其他人都用你的電郵地址 或者你的電話 是對你作出搜尋的喔 就是你在這裡使用著社交媒體的平台的時候呢 原來可能其他人是在找你喔 那這個你要想想了 你是不是想被人找到呢 如果你不想別人這樣去搜尋你 你也可以作出一些限制這個搜尋的缺限的 好了 那怎樣限制那個 或者是怎樣更改那個私隱的設定呢 這個slide呢 就看到譬如是facebook 用一個手機的應用程式的私隱設定 那這個呢 應該是一個Android的系統來的 如果是這個手機的程式呢 大家譬如去到第一那裡 就是在右手邊 右上角就有三畫 那那裡如果大家點選了呢 就其實會去到私隱和設定 那設定來說呢 當然我會建議大家看看那個私隱設定 大家其實一去到那個私隱設定呢 就可以更改個人檔案的公開程度了 那這個呢就去到我們第四行那裡 那裡 譬如是大家面部辨識那裡 你是可以更改 程式是利用這個 這個面容辨識 即是facial recognition 這個技術 在相片裡面呢 是識別你的權盤 這個可以更改的 那另外是有關你個人檔案呢 你也可以更改其他用戶在相片裡面呢 對你作出標注的權盤 那這個呢就是限制回其他知名的朋友也好 不知名的朋友也好 對你的相片呢是作出一些標注的 那另外最下面 譬如第三行 最下面那裡 Facebook站的動態 那這個我想大家特別留意的 這個呢其實很重要的 這個其實就是有關這個程式 這個社交媒體 是對你呢是進行一些跨平台 或者是跨網站追蹤的權限 即是怎樣呢 譬如你在這個社交媒體Facebook以外 你去過做一些網上的網購 那或者你去過一些另外的平台 去玩一些電子遊戲 甚至說去另外一些平台去 譬如說看報紙啊看片啊 那這些資訊呢就是靠這個前取權限去拿了 那如果大家覺得 啊我都不需要讓它知道那麼多東西啊 那這個你是可以刪掉它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跨平台的用法 就很重要的 那另外我也想提提大家 其實有些私隱設定呢 就不在那個社交媒體的那個程式那裡做的 就直接在你那個手機的操作系統裡面更改的 那這個呢就要去回手機 那另外一點都要留意的呢 就是手機的私隱設定呢 其實都是不時更新的 那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呢 我都會建議大家看一看 遲不時看一看這個私隱設定 看看對不對大家 如果是覺得啊有些東西都不需要那麼公開啊 或者不需要給人那麼多東西啊 那大家是可以作出一個調整的 那在這個投射片呢 大家會看到這個 蘋果IOS的版本 的手機的私隱設定 那大家會譬如去到設定那裡 那當然呢 我會建議大家看回私隱那裡 其實一是點選下去呢 很多東西看的 那在蘋果這個手機來說呢 比如說蘋果IOS的版本來說呢 私隱那裡呢 就有定位服務 就是大家的地位 地位置 地位置 其實你就可以更改 是不同的應用程式 查閱你地理位置的權限 因為其實你一點選了下去 一擊下去呢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應用程式 究竟他們有沒有拿到你的定位的位置 那如果是你覺得不需要給那麼多的程式知道 你就可以是關掉了 那另外第二個呢 就是追蹤 這個呢就是蘋果手機才有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也都很重要的 Android的系統呢 對我了解呢 就沒有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更改回應用程式呢 是追蹤你在跨平台 或者是跨網站的活動的權限 那去英文呢就叫做Tracking 那這個當然啦 如果大家覺得不需要是這麼多的跨平台 跨網站的資訊呢 是互相是給其他的網站知道呢 也都是可以關掉了 那在下面呢就是通訊錄 就是有關你的那個contact list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也是可以考慮回 有關的應用程式 是不是真的需要你這個contact list呢 如果不需要 你也是可以關掉了 那最後就是相片 一樣呢 你也可以更改應用程式 就是查閱你全部啊 或者是部分相片的權限 再繼續啦 這個就是Android系統的那個設定 那其實在Android系統來說呢 那個做法大同小異 都是在設定 私隱 然後去到權限管理員那裡呢 大家如果點選下去呢 你就會看到位置啊 通訊錄啊 譬如儲存空間啊 就是這個手機裡面的檔案 那些全取全限 那你也都是可以全部呢 是可以是更改 或者是看一下你的需要是怎樣 去就回你自己的需要去做出一個調整呢 那在這裡呢 我就不再詳細解釋了 那其實在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總括來說呢 可以說呢 我會覺得是 譬如你在分享任何資訊 特別是譬如自己的個人資料啊 相片啊 或者是發送這些資訊的時候呢 都是需要小心點 要三思 特別是一些敏感的資料 例如是自己的地址啊 工作的地點啊 你慣常出行的路線啊 很多朋友呢 其實就很喜歡去到餐廳啊 接著就拍一下餐廳那個名字啊 那其實這些資訊呢 當然啊 我不是說叫大家不要做 那但是公開得太多呢 就會不會說被一些不法分子 用來起你底呢 那這個大家要小心的 那還有譬如說有一些不法分子 知道你在哪裏工作啊 甚至在哪裏住啊 那會不會用這些資料去 對你作出一些不利的活動呢 會不會再來騙你 拿一些其他的資料呢 那這個大家也都是需要小心的 那另外就是 我也都想提醒大家 譬如在分享一些相片的時候 需要標注其他人 或者是分享別人的相片啊 別人的個人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私隱公署呢 都真的時不時是收到一些投訴 就說呢 他有一些不知名的朋友啦 就將他的個人資料在網上呢 隨意公開 那就來我們這裏投訴 那結果呢 我們就很多時候都要跟進啦 或者是做和事佬啦 那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公開朋友的資料的話呢 那也都不太知道這個朋友是否同意的話呢 最好都是問一問這位朋友啦 那另外啦 也都是建議大家 盡量減少留下數碼足跡 怎樣減少呢 那原來很多朋友呢 就算有社交媒體帳戶呢 很多時候是很久沒用的 怕年幾兩年都沒有用 或者幾年都沒有用 那如果真的沒有用的話呢 不如刪掉吧 不要留下一些數碼足跡 那另外就是你們的貼文啦 或者是一些照片啦 如果大家都覺得 這些都已經是過了氣的東西啦 都沒有什麼價值的啦 那我也都是會建議大家是刪掉 就不要再公開 那但是如果譬如說 大家在社交媒體那裡 發現自己的個人資料是被不當公開 那怎麼做呢 那我會建議大家呢 你看看公開的資料是些什麼 如果是真是一些敏感的資料 你自己有擔心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聯絡私隱公署 那就等我們去跟你去跟進 那其實你自己呢 也都可以譬如說 接觸這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作出一個報告 要求這個平台呢 是刪除你的個人資料 或者這些不當的披露的 那另外譬如說 當你聽到或者看到 有一些平台呢 發生事故 可能涉及一些 洩漏的個人資料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啊 那我會建議大家呢 第一時間就要更改這個密碼 因為這個密碼呢 其實很重要的 譬如去如果一個平台 將你的電話號碼 電郵號電郵的地址 都洩漏了出去的話呢 黑客就會用這些資料呢 去撞你的密碼 那一撞開了 你想想啦 就你的社交媒體裡面的資料呢 就變了是跌落這個黑客的手中 那還有大家都要時不時留意一下自己的帳戶 會不會有一些不陳常的登入紀錄 有些東西都不是自己寫的啊 那這些要留意一下了 那其實都可以少少分享啦 最近譬如說 有些主要的社交媒體平台 是發生這些資料外洩的事故 那我也親身去看過 這個譬如說這些黑客的公開的平台 那它真的用了所有電話號碼呢 是做一個索日 做一個index 然後跟著呢 就是客戶的名字啊 那所以大家的電話號碼呢 其實都真的要小心保管 也都不要隨便用自己的電話號碼呢 是作為密碼啊 這個真的要提一提大家的 那最後啦 就講到香港家長對網絡安全的看法 那其實Google呢 在今年2月是做了一個調查 那調查就發現呢 有超過一半的家長呢 是對於子女在疫情期間面對的網絡安全問題 是感到擔憂的 那他們擔心些什麼呢 其實有超過四成的家長呢 他們是擔心譬如那個子女呢 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帳戶被人攻擊啊 或者是有一些網絡詐騙是發生了 那或者是子女收到一些陌生人的訊息 和一些陌生的朋友是做著朋友 那另外他們也都擔心子女呢 是在網上呢 是下載了一些兒童不移的內容 那而也都有一個調查發現 發覺呢 就大概百分之三十七的家長呢 是會用這個保護兒童的網絡安全設定 那這個趨勢呢 其實我覺得都是好的 就是顯示呢 家長其實都是 第一他們是關心 關心自己子女上網的安全 第二呢 他們也都會懂得用一些 保護兒童的網絡安全的設定 那其實如果要幫自己子女女 安全地使用社交媒體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會覺得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溝通 大家真的要了解一下子女女 譬如上網的習慣 多數去什麼平台啊 玩什麼遊戲啊 有沒有認識一些網友呢 那這些網友又對他們作出什麼要求啊 那這個呢 就跟他們談一談 上網的風險 那這個是重要的 另外家長呢 也都可以檢查一下他們的私隱設定 囚囚囚囚囚有沒有太過大方呢 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供諸於世呢 甚至將家長的個人資料 家人個人資料都很大方地披露呢 那這點都是要留意的 那另外我也會建議大家 考慮一下在一些程式那裡 就開啟家長管控 即是Parental Control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如果開啟了呢 就可以封鎖一些網站的網站 就是子女女就去不了 那也都限制他們呢 是更改他們自己的私隱設定 也都更改 也都禁止他們呢 在隨便在網那裡呢 可以進行一個網上都的購物 那其實為了提供呢 是更加實用 還有是具體的指引給大家 私隱公署在今年的四月呢 是出了一個使用社交媒體 以及即時通訊軟件的指引 在指引裡面呢 其實我們在父龍呢 就更加是一步一步呢 是教大家呢 怎樣更改這些程式的私隱設定 那如果是有興趣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來到我們的網址 或者用這個QR Code呢 就可以看回有關的指引 那也都呢 我也想提一提呢 我們也都是推出了一個全新的網站 就是網上私隱要自保 Be Smart Online 那這個呢 就在我們那個網站那裡呢 是一個全新的獨立的網頁來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那裡去看一看 裡面有很多短片啊 資訊都相當有用的 那在我結束之前呢 其實今天的介紹呢 就暫時呢 我就去到這裡 那我就會播一個大概兩分鐘的短片 就是將剛才在網上的 有私隱方面呢 大家要怎樣自保啊 要留意些什麼呢 它的重點呢 就再說一說 多謝大家 證明使用流動應用程式 在這個世代 智能流動裝置 與智能電話 及平板電腦非常普及 而應用程式 更多 程式種類亦多不升數 很多還可以免費下載 這麼大隻甲蠟 隨街跳 哪有這麼好處啊 大家在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前 如果沒有先了解清楚 程式會將你電話內的資料 好像通訊腦 私人訊息等 怎樣用 以及會跟誰分享 那一不留神 就隨時會洩露自己 和朋友的個人資料 所以下載時一定要留意私隱政策 清楚了解應用程式會查閱 上載和分享什麼資料 和當中的目的 要想一下值不值得 用自己和朋友的個人資料 去換取這些服務 而在提供朋友的資料前 也都要得到通訊錄內 朋友的同意 小心衡量過後 至好安裝使用啊 安裝程式後 記住要不時檢視程式的權限設定 例如限制應用程式 讀取不必要的資料 例如相片、通訊錄等 如果不想應用程式 繼續保留你的個人資料 可以留意一下程式 有沒有提供刪除個人資料的途徑 並向開發箱或營運箱提出要求 如果對應用程式的安全有懷疑 應該移除有關的程式 以減低資料外洩的風險 記住這幾點 檢視程式權限設定 細月收集資料目的和私隱政策 披露資料前才得當事人同意 留意刪除個人資料的途徑 和移除可疑程式 保護個人資料私隱 就可以無憂網上游啦!